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大家来,今天参加我们这一堂第七堂的天字文学习 我们第七堂讲了的其实也不是未够一半左右,天字文太精彩了 先回顾一下,天字文的第一段,我们前两堂三堂就讲是从宇宙诞生开天匹地 一直开始讲三十六句,然后我们就读过第二段 就是天字文的第二段,就是从盖茨申发,期待五常一直去到堅持,好着自眉 六十六句,二百六十四的字,就是讲君子之道的 好,今天我们开始讲天字文的第三段 第三段就是从都一华夏,东西已经一直去到暗就妙明 这一段也可以这么说,是在天字文里面这一段文字最漂亮的 多姿多彩,非常华丽的文字 他就描述华夏人民会随的境况 首先他讲京都之大,公决之壮,典籍之性,英才之中山河之丽 其中讲人的部分是比较最多的 我们现在开始吧 他第一开始叫都一华夏 都一华夏,都一是什么意思呢? 都一是识明在康熙字典里面的解释 人聚会之称也 很多人聚在一起,总称叫都一 都一是两个不同的字 都一是说文解释 有先君之旧宗妙,若都 也就是说天子所居住的地方 都一是说字文解释 国也 天字文解释是凡清人,若大国 分字清就是帝一,古就是国一通清 以前国和一是一起的 大家知道以往我们现在的国的概念 和现在我们说国的概念是两个东西 以前我们的皇帝好天子好他们管核的 不是管核中国,他们管核整个天下 天下里面就会有一些分封很多不同的 每一个地方叫国 现在天子所居的地方叫都 诸侯所居的地方那些国 他们的地方叫义 都义就是天子的地方 义就是诸侯的地方 诸侯的地方叫义国 清人的就是国 都义华夏 我们的天下里面有天子 有诸侯主的地方 很多人聚会在一起的 这个都义就是都义了 华夏 华夏 说文解字是什么呢? 华冥也 非常之光荣 非常之有光彩的 因因因向荣 这个荣字 是说文解字 中国之人也 记住 中国之人也 跟我们现在说的 中国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 以前说的中国 就是我们在中原的地方 这个就是以往我们说 以别于北方敌 东方老 南方万民 西方江南西南 朝遥 东方而也 所谓东而南万西 容不敌 其实在现在我们知道的 所谓中国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里面 其实将以往我们中原文化 就是中间那一批 就是华夏 就是中间这一批的地方 但是外面 有所谓东而南万 西容不敌 还有很多 还没有遵从我们中原地方 这个华夏地方 的文化 生活习惯 的文字之类的 我们就叫这些 叫做 宜敌 东而南万西 不敌 不敌 在下 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地方 中国之人 就是在中间 我们中原地带 住的那些人 这个中国 就不是现在这个中国 意思 同时 你们都可以看到 当时以往 我们的 华夏 的概念 其实 比起现在 我们整个中国的版图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文化 起源的地方 都一华夏 就是说 但是我们这个文化 起源的地方 这个中原地带 非常之有荣采 而有中国的人 住在这 但是 左转那些也有看过 夏 是什么意思 夏 是大也 夏 是大的意思 左转他们说 中国有移礼之大 就是 故称夏 有福章之美 故称华 华夏 一也 其实华夏 都是一样东西 就是说 总之我们的文化 非常之美好 而我们有礼 有福章 有衣冠文物 我们都有不同的礼 现在我们的名字 叫华夏 大也 华夏 就是一样东西 然后 其实都一华夏 就是说华夏文明 所以另外一个解释 华 这个字 其实这个华字 就是古字的花字 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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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字 文汇瑞,然后我们 以这个华夏,我们的地方 我们都是沿着黄河流域 那里去开展的 黄河有河套和河谷 所以这就是 黄河的形状 大家仔细看看,黄河的形状 可以引发到什么呢? 对了,龙 中国人以龙为我们的 以为我们的标志 其实这个龙,这个文化 我相信也是和黄河的形状 有些关系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华夏文化 中原文化,就是沿着黄河流域 去发展的 都一华夏 这个华夏地方有什么呢? 是东西二经 我记得有两个 京都 两个京都 一个是东边,一个是西边 西京就是长安 东京就是洛阳 长安现在叫西安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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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往 一直从夏双洲 一直到唐朝 都是以长安 洛阳这两个地方 为首都 最多的 这都是我们的华夏文明 最汇取的地方 就是东西二经 就是说 我们有两个 很了不起的 一个京都 一个叫东京 洛阳 西京 长安 先说西京 长安 西京 长安 现在叫西安 演做一个陕西省的省会 而这个西安 就差不多可以在近中国的核心中间那里来的地方 一会儿我们会再说到 我们因为这个是中国的中心点 是在这个长安的地方 而长安这个非常文化历史 非常悠久的一个地方 它是所谓十三朝的古都 有十三的朝代都是用长安来做首都的 包括西周 包括秦朝 包括秦朝 包括西汉 新 新是王莽的时候的新 东汉 王莽三汉之后 他先到了洛阳 但到了东汉 县帝又返回到长安 西晋 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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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兆 西藝 北藝 西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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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洛阳 洛阳现在是河南省的地级市 本来是河南省的省会 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省会了 刚才你说的 西安还是陡西的省会 但是洛阳已经是一个省地级市 但其实洛阳的历史也非常悠久 也是十三朝古都 就是夏商东周 西周开始的时候 就以西安长安来做首都 后来被犬庸打了周历王 他就先到了洛阳 所以东周的时候 孔子时期 孔子时期的时候 他的周朝 他的首都在洛阳 就是西安 去到战国 那时候 然后东汉 不好意思 刚才也说错了 孔子时期已经是东周 他只是在春秋时代 还没有到治国时代 所以已经是洛阳 东汉 在三国当时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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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操 在东汉 ning 这里面是历史最悠久的首都 而洛阳有一个 说到洛阳呢 稍后就要讲一讲 洛阳他们非常出名 其中一个就是出名他们的卯弹化 洛阳三月花如今 多少功夫都值得升 洛阳是很漂亮的 洛阳的卯弹花有点典故 原来有些传说 洛阳的卯弹花是从长安移过去的 为什么呢 原来武则天有一天 从武则天把卯弹花贬到洛阳 有一次武则天去花园上花 他说我是天子 你们所有这些花神 所有土地神都要听我说 你们百花齐放 真是百花齐放 他就不听话 他不肯开花 于是乎就听这些传说 武则天就把你卯弹全都搬走 就搬了去 见到他就是不可以留在长安 于是乎那些人把他全都搬去洛阳的地方 当然这是神话 但无论如何 洛阳的卯弹是非常出名的 稍后你还会遇到洛阳的卯弹 说到我们的东西二经之后 顺便说 其实在中国我们有四经 东西南北都有京都 现在我们比如说南京 南京 现在我们叫南京 古代叫金陵或建康 现在就是港苏省的省会 就是地势 有帝王之像 所谓的龙盆古举的地势 例如南京 金陵或建康 都可以有六朝古道 六朝就是三国 当时东吴就是以金陵为主角 东晋 然后南朝送齐梁臣 在《三字经》中有一句话 《宋齐鸡》 《梁陈胜》 《梁陈胜》 《蔚南朝都金陵》 所以大家知道 南京这个地方 曾经有六个朝代 以他为首都 中文文国 当时也曾经找他做临时首都 孙中山先生 东西南京 当然还有北京 北京 北京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北京 以往我们叫北平 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这就是五朝的帝都 五多朝代 就是廖金元明清 现在加上现在 无论是现在的 无论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是以北京为首都 所以其中叫六朝代都 他有很多其他的名字 他叫奸秋时间 他叫奸秋 廖国当时叫燕京 金朝当时叫中都 元朝叫大都 明朝当时叫京治 清朝当时叫国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北京 但都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地方 所以这个东南西北 我们也有京都 有句说 中国历史 如果你的中国历史 如果你要看一千年 你就去看北京 你看三千年的历史 你就要看西安 或者长安 五千年历史在洛阳,洛阳下朝的历史就已经在洛阳那里做首都了 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历史核心的地方 《东西易经》,顺便讲讲 而讲到《经之易经》,顺便讲讲 孙中山先生非常红材伟略 他在建国框那里,他曾经思考过 我们推翻了满清政府之后,我们最后来应该要 我们的首都摆在哪里呢? 孙中山先生的看法很特别 他说,如果定顶者,南方承莫,无战弱 他说,如果我们只要去安定我们这个中国的地方 总之就是武昌了 武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发的最发达地方的中心点 但是,他说,谋本部就是武昌 谋贩服,即西安 但是,如果你看到外面的新疆,西藏,其他地方 那你就要用西安 他用西安来做得最好 孙中山说,再远一次 他说,如果我们的志气更大一点 谋大洲,即伊丽 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 不只是想要我们管理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国土 而我们影响了整个亚洲,整个欧洲的话 大洲用伊丽 伊丽是一个中间点 我们可以去兼顾中国,兼顾了印度,兼顾了欧洲 兼顾了一部分的非洲 就是这个孙中山先生的胸襟非常大的 而也有所谓提出的一个一刀四经的概念 他说,一刀四经 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做首都 我们可以用武汉 武汉做首都 然后我们四个经 西经用重庆 南京用广州 东京用江陵 东京不是Tokyo 南京就是江陵 北京用北平 孙中山先生的选首都 曾经有过这样的构思 看到他的红材伟量 东西已经讲完了 背望面诺 背望面诺 背望面诺是什么意思呢? 背望面诺 这是在说洛阳这个地方 洛阳这个城 背靠亡山之南 面向洛阳之北 这个就是 你看到 现在的名称洛阳 跨了洛阳 但是以往 西周时期 去到汉藝时期 那洛阳都只不过在洛阳的北边 这就是说洛阳的地理环境 背望面诺 在这里我们知道 山水有阴阳 这就是洛阳的 现在你记住 有山阴 或者河北 那就是山南 就叫洋 山北 就叫洛 水 水的 河的南边 叫洛阳 水的北边 叫洛 山水的阴阳 这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国学常识 那你 好像这么复杂 怎样记得到 其实很简单 你记得一个 你的山南为阳 那你就知道 山的北一定是阴 山和水是相对的 所以山南为阳 所以水南就是阴 水的北也是阳 记住这个 这个当然 就跟我们的日光照之后 那你就能分析到其他的 景象 所以 他说山南若阳 欲篇的阳 就是山南水北也 阴就是水之南 山之北也 所以我们记住 山水是有阴阳的 但是山水阴阳的相会 是更召变的 山南为阳 记住一个就可以了 那你就能分析到其他的了 北蒙山 北蒙山就是在洛阳的北边 它就叫北蒙山 北蒙山 有一句说话 它是生于苏寒 葬于北蒙 因为北蒙山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葬了很多很多皇帝 东周的皇 当时叫山沃的皇 王墓有八个 帝 去到秦始皇之后 他就叫皇帝 第0 东汉有五个皇帝 曹魏一个 西晋五个 北魏四个 东五代 后堂一个 总共有六代 二十四个皇帝 葬在北蒙山 他听说的风水非常之好 所以北蒙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而呢 其实 刚才说 洛阳那些葛亮 洛阳那些卯丹花 非常之漂亮 相传说 武则千区扁他过来的 其实呢 真正的一个历史 他们说 其实洛阳花是 北蒙山他们移过来的 所以说 洛阳茂丹 夹天下洛阳茂丹 出蒙山 人间四月 方飞进 蒙山茂丹 此盛开 就是茂山 也是真正出蒙丹的一个地方 好了 这个是说洛阳的 接着说长安 长安 就是浮渭巨敬 浮 就是飘流 飘浮的意思 巨就是藤巨的意思 长安呢 就是 左边有渭水 渭河 右边有敬河 一个就是从甘肅过来 一个是从零下过来的 两条河 交汇的地方 就是刚刚的三角的地方 就是长安的地方 所以长安 它的地理位置 就是浮渭巨敬 就是在渭河 渭水 京河 两个交叉点 渭水和京河 有一个特别的就是 渭径水清 渭水族 所以现在我们也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成语叫 京沃分明 你看 真真正正正 在左边 那些水 黄沉的水 就是渭水 渭河的水 右边 清的水 就是京河的水 但是两个 刚刚在长安的地方 交汇的地方 那个交叉点 就是长安之所有之地 而这个 敬水 清族 渭水族 这个就是 敬以渭族 施施其子 这个就是 在诗经里面 已经有 讲过的了 这个就是 它的很特别的地理环境 就是 渭水 敬水 交汇点 就是长安所在之处 复位 巨敬 好了 这两个 这两个 京都会怎样的 当然 就建了很多很多的 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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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以皇帝住的地方叫做宫 殿,殿是什么呢? 本来康庆字典就说堂高大者,很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殿 今为天子臣居称殿,现在就是 天子皇帝去住的地方,去做事的地方,先叫做殿 康庆字典说的 所以宫殿可以这么说,宫是帝王生活的地方,住的地方 殿是帝王的议论公事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宫殿是有不同的解释的 宫殿,盆屈,盆,盆,和这个盆属的盆属,曲也 非常盆旋位移,非常之三尖,很多很多,转来转去都有的 说文解释说,木从生也,迹也 慢慢累积累积了,好像这些树长得很多,周围都是 这意思是重叠茂盛的意思 宫殿盆屈就说,我们皇帝住的宫 他们面试的殿,盆旋曲折 过落重叠,非常非常之宏伟 不是这两间屋这么简单的 当然,这就是以往长安,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你看看,其实就算现在,就算是北京的紫禁城 布局来说,当然,中族线就是中央,就是南北 但是,他的布局就是前朝后庭,左庙游戏 游戏 首先,外朝外面,首先来说,你会看到泰和殿 你会看到泰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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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潜青宫,有交太宫,有昆宗宫 外面是殿,后面是宫 这个就是宫,就是住的地方 所以就算是大臣,他只可以到殿,他不能进入宫 最后这里,他在这里他是左庙,右汽,左面,他就是汉庙 就是皇帝住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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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宫地雇 方 theoretically 这是基本上紫禁城的布局 一直 传统以来二千多年的 皇帝 早都小孩 公 和殿是有分别的 宫殿盘屋是楼冠秘境 楼是什么?楼的意思说明是同屋也 两层以上的建筑可以叫做楼 四方而高者若台,鸭而周曲若楼 四方也很高的,就叫若台 窄一点的叫楼,也说的 楼有户之客间,有射箱 楼也是用来射箭,以保护城墙的地方 楼可以读高台的意思 楼上扣屋,台上扣屋,可以远观者也 这个是白普通的 楼上扣屋,以往是一个地方 拍得很高,要来导望台 楼上扣屋 楼上扣屋非常高的 以往的屋通常都是一层 两层都已经很高了 但皇室有时是非常高的 楼上扣屋高入云天,好像领空飞势 令人触目心惊 所以他说,那些宫殿的建筑不是普通人 是非常高耸的 楼观飞经 他的外形是这样的 那里面是怎样的 看看里面 七彩纷纷 不是穿这样的四面墙 里面是屠写禽兽 画彩先灵 他里面是屠写禽兽 宫殿里面的雕梁画动 他们的墙壁和屁面 全部都画满了 飞禽兽兽 非常生动 画彩先灵 画什么呢? 画天仙,画神灵 画彩不是普通黑白色的 五彩十色 七彩纷纷 那些宫殿是非常华丽的 亦够高,亦够华丽 那里面有满了所有的装饰品 那些禽兽 神仙 神灵 也有 说禽兽 现在我们说禽兽是不好的 我们说这些人衣冠禽兽 但是其实 禽兽在以往 在明朝以后 其实是一个 做官的标志 所以衣冠禽兽 其实原本的意思 就是说那些官的官服 他们的标志 所谓的宝子 以前的官服 自前面后面 有一块布里面 有禽兽的标志 你看看不同的品位 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 都有文官、武官都有分别的 文官的一品 他就是用先河 二品就是用錦鸡 三品就是孔雀 一直下去 武官的一品 他用麒麟 二品就是用獅子 三品用炮 四品用虎 文官就是禽兽 是雀 武官是禽兽 所以衣冠禽兽 其实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衣服上 有不同的禽兽 即是你是官 而且 这个禽兽 一定是文官 禽兽 就是武官 所以衣冠禽兽 文禽兽 这也是我们要知道 所以禽兽 不 现在你叫人衣冠禽兽 就是说他是壞人 以往来说 就是说你是这些禽兽 来的 其实呢 就是在那个 弓箭那里 画了很多很多的禽兽 画了一堆先灵 在唐朝的时候 唐太宗 他就 突然说 我们不要画这些东西 我是画什么呢 我画那些弓神 他就视乎 王太宗在灵燕国那里 画了他们二十四个弓神的样子 这个也是一个 以后来 也有很多的皇帝 都跟着这样做 所以 就视乎 那些弓箭的装饰 又多了一种的 启会 好了 然后 他就说 丙射旁启 丙射什么呢 丙 就是天干 甲月丙丁 无几更心人归 甲月丙丁 的丙 就是三等 丙射 横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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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磅其实是跟这个磅一样的,所以可以读磅的,不需要读磅启 因为跟磅一样,以往两个字是通的 磅启,丙舍门就是开在正殿的旁边 而我们也知道,丙舍在天官书里是通常做什么呢? 他说,开就是主生为天门,智就是主死为地户,丙舍于智 丙舍就是地户,以往要去寄灵构,祠堂等地方 在丙舍落实 所以丙舍就是说,我们除了正殿,现在我们的佛人的皇帝,他办公的地方之后 我有月等的,有丙等的,丙等的丙舍 我们通常要去寄灵构,寄灵构,祠堂等地方 是管地户主死的地方 害主生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常识 丙舍,旁启在旁边那里 旁启的意思是,他们开启 他们不会正蓝地开启 因为他不是正式的皇帝出入之所 所以旁启就会开启 旁启就开启 另外,他有甲杖对应 甲是什么? 丙就是甲于丙丁第三个 甲就是甲于丙丁的第一个,十天干之首 是最高级的 杖是什么? 杖莫万丈 真是说文解释 本来说 杖者章也,章持于床上的地方 这是万丈 甲杖 甲杖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在汉武帝当时 汉武帝装饰他们的宫殿 那些说文用的杖漫 都有不同的等级 甲杖是最高级的 以流离、猪肉、夜光珠 全部插座的珍宝 就是用甲杖 甲杖是给谁住的? 不是人住 是给神仙住的 甲杖是给神仙住的 但是他有些最华丽的地方 人 自己都是用月仗 因为汉武帝装非常相信神仙 所以甲杖是对刑 对刀,刑是柱 还要第一晚等豪华的万丈 对刑处 刑处是什么呢? 就是招呼他 去供奉那些神仙的地方 所以他用这些最豪华的东西 去供奉那些先人 甲杖对刑处 就是头等的意思 对刑就对着刑处 刑处就是供奉陈仙 这就是汉武帝的故事 汉武帝有很多很多故事 好了 要说服装饰完之后 跟着那些地方要来做什么呢? 有时候 皇帝宗义就在那里切烟 切烟 这样子 自然撇直 古失 吹生 这次的说文解释是 勇奉禅 涵枣处 是esso 可利 将它非常之极度的沉列 什么? 切 的意思就是 是撕尘也撕切 就是说文解释的那里 暴裂之士 意义 就是撕咽 撕锣和切 都是一样 要称列出来 都会释列出来 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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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竹花头的铺尘若然,矽之若矽 这就是说明解释的 以往没有椅子 现在的椅子是红椅子 大概是宋朝岛才能坐 以前的人全部都是跡地而坐 跡地而坐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层就铺一层竹矽 铺着铺尘若然 首先铺在地上的一层叫盐 然后再放一层上去 那叫植 第一层叫盐 第二层叫植 施然施直 施然施直 就是摆施盐直 铺好一些让你坐的地方 等着来招呼大家去吃饭 自然施直 这四个字不是邱兴治先生作的 其实是引用《诗经》里面 戴雅里面有这一句 本来就有自然施直 他就顺手念来 他就拿在天使文里面 用了 授机有寄语 大家是非常有秩序的 是盐施直 所以记住 盐直 理论上是两件事 现在大开盐直 其实以往盐就是铺地下的浸 第二层叫植 第二层再铺多一层上去 叫植 所以你层层层层层层 第二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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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施直 这第二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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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 《自然之逆》又是《诗经》到顺手念来的 《古诗吹升》又是《诗经》到顺手念来的 《幽幽六明食野之评》 《我又嘉宾古诗吹升》 这个也是一个顺手念来的 用得千亿无逢的 用来解释在帝王的荣华的景象 《古诗吹升》 《琴》是七言 《诗》是二十五言 《诗经》相传《诗经》本来是五十言 后来就太大幅诊了 《诗经》得了一半,只有二十五言 ——在理相隱有首詩的感覺, dokument deficit無動無法來十言 這就是一首支持奏的證明 要是來傾斥弱 而聲用來 pull been autonomous 世王皇帝 estiver準備好了 甚至與樂隊對於演繹譜 大臣沈長 prosper要花一jos 他们的政会都是一样的 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要升阶纳币 升阶纳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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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纳币 阶纳币 以阶纳币 都是阶字 阶纳币 阶纳币 升阶纳币 阶纳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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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通用的 立 古 虎就多简纳为耐者,耐者入也,即是入去的意思 纳是入也,是进去的意思 币,升高加也,以往是估计纪 但是后来康熙字典已经说天子加也 这个币就是天子的宫殿那些级,才叫做币 升阶纳币,总之,以往,他们说流高,非经济很高 所以自然就有楼梯级 如果你们要去参加宴会也好,去朝近的皇帝也好 就在第一步一步上去,上去他们的级上面 而这些楼梯级,后来只有天子才用得到的叫币 现在我们也叫做陛下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也有些,在看电视界 称皇帝做陛下 其实呢,陛下就不是称皇帝的 陛下称自己的 其实我们称自己的就是陛下 我,群臣与自尊言,说明解释也说了 群臣与自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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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身 这是现在有点尚与自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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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转而升 神神一上去的时候,会怎样形象呢? 变转而升 变本来就是面的意思,是帽来的 变其实是观帽来的 观帽就是有着变皮变 着变就是没有留的面 什么是没有留的面? 面就是以往天子、诸侯在祭祀的时候 戴着的帽就叫面 观面堂皇,这是非常高级的帽来的 面的初版,一个平平的那些叫初版 就是以一个言,前面就挂着玉石、诸子 天子就挂着十二个留 朱侯就有十个留这个面 那些留意是做什么的呢? 双传就是说 告诉那些天子、诸侯听 看东西不要看得那么清楚 有时候就眼开是眼闭了 你不要看得那么清楚 有这个说法 所以这个面就是说 里面就有那些留一丁丁丁的那些 变是什么呢? 着变就是说你有着围的戴那张帽 而平时你戴帽帽的面就是着变 这些就是着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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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玉石在帽子上有很多这些玉石 变转而升,以似乎你上殿的时候,你戴着瓶瓶瓶头一动的时候,那些玉石闪闪闪生光 不止一个,个个都是这样戴着 而是,你就看见好像是星光闪闪那样 就是那些,你看到那些文武百官,他上朝或者去赴宴的时候,正在星佳纳瓶的时候,就自然会移动一点 那些上面那些绿皮的玉石闪闪闪生光 他就于是乎好像星光灿烂那样 其实这句会转转而升,同意也是《诗经》里面会变如升 《兼比奇奥陆足清清,有匪君子会变如升》 就是这个在《诗经》里面,《卫风》里面有讲到的 周卿智先生很明显,就是他熟读之书 随便在哪里,他顿手念来,就可以找得到 变转而升,就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景象 所以这一段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了 这个就是《法官朝见君王之势,或者去赴宴之势》 这个就是一个人,他们陷入带着一些变 那意思是那些变一移动,当时就好像变转而升 这就是《法官朝见君王之势,或者去赴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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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势 所以他就真的浪费了 因为其实这个铺牌非常有意思 在画画中有素描法 当然周卿智先生没有听过什么素描法 他没有西洋画这个 技法寄过来的 但是他素描法就是从远到近 这样的一个显现的方法 刚才的 我们的第3段的第1节就是用素描法 这个素描法看到的就是从远到近 你看到他的铺牌就非常之有心思 都一华下,东西二经,首先整个天下里面 Zero in focus 去了东西二经两边 先说这个东经西经他们的地理环境 天日两经的地势 衣山防水 然后讲一下宫殿的宫世 以丽高丽 然后讲一下宫殿再看里面 宫殿的装饰 丁尾纷纷 然后再看看宫殿非常之有趣 非常之不是乱来的 有夹月秉丁地排好 气派不凡 然后宫殿里面 就宫殿了 礼岳兼臂 然后看到那些八官 去朝近 而看到他 远八官的那些 帽子 移动 星光闪闪的都看到 从很远 一直描述到很近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大手笔 大手笔 而每一句 文字漂亮都不得了 忍惊巨点 而他们在这里 几句说话 这视乎 十四句 说话 就是当场 将整个 我们华夏的文明 核心 的情况 就已经 描述了出来 用的是用素描法 从远到近的 非常之了不起 只是一句一句的了解 一端一段的了解 这就是第3段的第1节 好了 接着就是 接着就是在第2节里面说 这个宫殿里面会有些什么呢 接着 右通 广内 左达 凌鸣 右通广内 实际上 这个就是讲 长安城的 一个部字 来的 记住 左右 其实现在 以往的左右 和我们现在的左右 刚刚调转的 现在的地理的 座位 就是上面 北下面 南 所以就是 左边来西 右边来东 但是 以往 从已经开始 以往的地图一直 去到清朝 去到 到明朝 末年清朝 清朝 大部分时间 都是用 上 太南 下面是北 所以这个左右 和我们现在的左右 是刚刚调转了的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国学的常识 长安城 就是这样 右通广内 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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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以为右辩是东 其实是西辩 有广内 那边 西辩 有成名 广内成名 都是两个殿的名 两个殿的名 未说过殿 首先来说 长安城里面 有看三宫 他有三宫 有 长乐宫 未央宫 建央宫 而 广内 成名 就在 建章宫里面 的西边 就有广内殿 未央宫里面 就有成名殿 这个就是在三虎黄图 这本书里有记载的 其实长安城里面 就有这两个殿 为什么要特别说这两个殿 因为它很有特别 广内殿 主要是什么呢 要是收藏 图书典籍的地方 成名殿 就是会见文武大臣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两个就是说 右通广内 左达成名 怎么出来了呢 就是说 我们 我们在长安城 我们的首都里面 一方面就非常之 很多 图书典籍 我们收藏了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有很多 文武大臣 我们的 文武百官 我们的人财 典籍 右通广内 广内就是收藏图书 朵达成名 会见文武大臣 既然收藏图书 广内是什么呢 收藏了什么图书呢 既习 坟典 他说 了不起 我们这里 坟典 三坟五典 这个就是 相传类最古老的典籍 就叫三坟五典 八索九丘 全部失传了 但是三坟 三坟是 说什么呢 就是说 通常 我们现在已经失传了 我们估计 可以说三皇的 事迹 福熙是神 龙是皇帝 也有人说三坟 其实就是 易经之前的 有廉山 有龟藏 有周易 这个叫三坟 究竟是谁呢 连山龟藏 也已经找不到 所以 死无对证 五典 五典是什么呢 如果是失权的 但是通常来说 这个就要对应的五帝 就是笑高是尊 遇尊 遇尊 高 遥迅 的事迹 八索 八卦 八经 可能就是说 入役经有关系 九丘 应该是 九州地理 以往 就将中国 分为九州 地理 但是 记责 准备 总之 我这个港内殿里面 很厉害 你最古老的典籍 你什么失权的 我全部都能够 在那里 记责 三分五典 八十九一 我都有 逆罪群英 成名殿 成名殿 会见民武百臣 于是乎就是民武百官 群英会遂 于是乎我们这里 典籍有一堆 人又有一堆 亦是罪群英的意思 亦是罪群英的意思 导稿 宗帝 导稿 导稿 导稿是什么呢 除了一些文字 书法 除了一些书之外 还有很多书法都有 导稿 导稿是汉朝的 一个叫导稿的先生 他导稿的先生 他就是 他就是 专门导稿的草书 现在 我们这边 这个例子 不是导稿的真识 这是怀素的草书 只不过 导稿就是 最古老的导稿的草书 是汉朝草书 我都有 汉朝草书 宗帝 生帝 就是三国时期 这个宗瑶先生 他写第二书 导稿的 最了不起的 他又有收藏 于是乎 那 导稿中帝 为什么要提一提导稿中帝呢 我们记不回呢 其实 这个 先自民的起源 就是 梁武帝 他就很喜欢书法 他自己非常喜欢书法 尤其是 中义王熙烨先生的书法 他们收藏了王熙烨先生的书法 收藏了一千个王熙烨先生的书法的字 就叫周庆治先生去删写出来 所以我们可所想而知 梁武帝是非常喜欢书法的 所以周庆治先生的删写 梁武帝书的珍迹 我也有了 导稿中帝 帝就是帝书的词 然后 《七书碧经》 《七书》是什么呢 《七书》的意思就是 《多科斗文》 《科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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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Healthy Meeming》 《科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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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古老的,你们以为失存了的,通通都有的,好了不起 所以从科斗文的文字一直到船书,然后递书,然后解书,然后草书,然后行书 通通都有收藏 七书逼征了,记住,七书现代有另一个书法家 他自己发明了一种七书,七书是清朝才有的 清朝有一个扬州八卦,金龙先生 他自己创了一个书体,叫七书 刚才说过七书波斗文两件事,这是清朝才有的 他的做法好像差不多一样的方法,不努力去写 这些就是金龙先生的大户子,他写的书法叫七书 大家知道有了,但是和天使民的七书是两件事 当时清朝,金龙也不知道去哪里 七书就是刚才所说的,草书也有了,帝书也有了,波斗文也有了 碧经,碧经就是什么? 碧经就是有一个典故,就是说孔子旧宅里面 昂了很多的经典 在《汉书艾文字》里有记载 他说秦始皇,焚书坑虞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大家都惶惶不可通行 孔子的八世宣 将他的简典,当然有些竹简去写 埋在墙壁里面,把泥土抹回它 于是乎你看不到里面藏了这些经典 于是乎可以避免这个《汉书坑虞》 避免了,就要来藏藏 但是看母帝的时候 老公婆,他们分封了在老国那里有个公王 他说坏孔子宅 他们想建屋 于是想拆了孔子的旧宅 用以广其宫 想他自己弄大一点自己的宫典 拆了一拆,拆了一拆墙 发觉里面有很多典籍在里面 就是藏在墙壁里面的典籍 就是藏在墙壁里面的典籍卷 里面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 全部用古字去写的 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物 孔子宇先生 我们广内又有统统 你说得出的最珍贵的文物 我们统统都有 所以《碧经》就是在孔子旧宅里面藏的典籍 就是《碧经》 所以《又通广内》这句话 其实是三句 《记习分典》《导稿中第七书碧经》 都是说《又通广内》 就是《广内》里面典籍非常多 《书法》最真籍非常多 《最古老的波斗文》都有 《七书碧经》都有 这是说《广内店》里面的典籍封城 然后他说《虎罗像上》 《虎》 《虎》就是《说文解字》的文书藏也 本来就像图书图一样的地方 有地方藏之书的 叫做《虎虎》 后来演变出 《康熙字典》的时候演变出 《准也》 就是凝聚的意思 就不一定要讲《藏书》了 《罗》 《说文解字》的时候 《以诗古了也》 就用《罗网》去捉着 《康熙字典》也演变出 有《列也》 就是《罗列》的意思 所以《虎罗像上》 我们能够去《虎罗像上》 就是很多能够将我们的一些 凝聚排列得很整齐的 那是什么呢? 《仗上》 《将》 《遂也》 《打仗》 《武官》 《众》 《康熙字典》 《百官之掌也》 《百官的宰相》 《文官》 《将商》 《武官》 《文官》 《虎罗将商》 《文武精英》 《罗列汇聚》 这个意思 我们这个天下里面 在《中西二经》里面 在《常安》里面 我们又有典籍 又有文武百官的精英 都在这里 《虎罗将商》 《虎》就是凝聚他 《罗》就是罗列他 《将商》就是文官武官 《路坎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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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旁的脑子两片,有什么东西呢? 都是一些了不起的,最高级的人 他能够帮助天子治理天下的 淮卫,就是三淮,三淮也叫三公 三公有很多不同的演绎 在秦汉之前,就是泰师、泰父、泰宝,也叫三公 在西汉的时候,就是大司徒,即是大司马,即是军事 大司空是已经建设的 西汉之后,就叫做丞相太位御史大夫 总之,这就是最高级的三个官位 就是三外 这就是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声望最高的 这就是三外,也叫三公 所以在以前的皇帝有三公 三公底下有九卿,有九个宝门 在底下,这个就是在京师那里 然后才有郡愿 一会我们也会说到郡愿 这一场说不到,明后下一场会说到 所以就说,皇帝能够治理天下 就有很多人去帮助他 有三公帮助他,九卿 九卿就是说 奉上,郎中令,惠惠泰博,平惠典客 忠正,智叔内耻,孝虎 这九个部门 其实真真正正去做治理 真正去帮皇帝自己的家族做事 有六个 真正去管天下的只有三个 六个,因为第一 通常是帮助皇帝祭祖 故宗廟管理 第二,郎中令 就是帮助保卫宫廷 是御囊军的统领 惠惠就是皇城的警卫 泰博就是皇帝的居马 然后,第七的宗正 都是说皇帝的家谱 刚才说错了 五个部门 专门是侍候皇帝的 还有四个部门 真的是治理天下的 第一个是廷慧就是審判 做司法部部长 撇客就是外交部部长 智叔内市就是财政部部长 但是九兄就是帮助治理天下的 有九兄就是九个部门 在上面有三公 三公、九兄就是帮助 有这么多人才 帮助天子去治理天下 这些三公、九兄 三公、九兄 他们是如何去对他们的 那些王、那些天子 对这些三公、九兄 非常之优待 为什么呢 他们有非常多赏赐给他们的 互封百愿 每一互 互者互也 但是后来 户本来是保护的意思 后来是保护你的屋 他改了来 苍几字的时候 室之口也 凡室之口是约户 唐之口约门 什么意思呢 屋里面那道门 我们叫门叫户 大唐就是外面那道门 那道门 内约户外约门 所以如果真真正正 你知道大门就叫门 里面那些就叫户 还有一个分别 一飞约户 两飞约门 两个障门的那些才叫门 一个叫户 其实你说门户 门户分得很清楚 所以上面那道 两部障门 在外面的 这个叫门 在家里面 一扇门的 一飞的 这叫户 这是康熙字典的解释 不过现在当然我们已经乱闹了 乱闹了 从这里 本来户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 在康熙字典再演变出来 民居若偏户 于是家户 家和户 通用了 户就是一家人的意思 户封百远 户封百远 户就是三公九兄 三公九兄 他们怎样呢 怎样去赏赐他们 封 封这个字 说文解释 穿诸侯之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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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奉公的封一 这就是封的地方给他 《斯基》的地方 《安雷王》 即是封公子为 信邻君 不是给地方给你 只是给名号给你 所以封也可以是说 给个地方给你 或者给个名号给你的 西州的时期 封国有140个封国 其实当时来说 每一个封国封的地方 因为当时通常也不是那么发达的 西周时期仍有一百四十个风国 愿是什么意思呢? 真正的这个字的意思呢? 说文简直是愿 愿就是系也 愿系于郡也 是郡底下的抽着的 这就是郡愿制 本来西周时是百几个不同的国 到秦始皇说我不会这样的风法 我将天下分为三十个郡 郡底下就设为愿 于是这个郡愿制一直用下来 后来东韩以后就加了个郢郡愿 一直以来用了成二千年都是用这个制度 所以愿就是一个管理地地环境最小的单位 这个说小其实也不小的 西汉的大愿 大愿就是百里 中愿七十里 小愿就是五十里 大愿就是两百家人 中愿一万家人 所以一个愿也不要理小 一万家人 那里也很少了 只有四五万人 大愿大概十万人 在以往人少 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胡封百愿就是什么意思 每个愿 每个三公九卿 我们都赏赏给你 封你一个地方 八个愿这么大 加级千兵 另外呢 我还赏给你 你每个家人 可以有一千个卫兵给你 你自己去提显 胡封百愿 加级千兵 就是说 你这些三公九卿 赏赏非常丰厚 当然 这里 这个数字 是绝对夸张的 绝对夸张的 哪有这么多 八个愿 这么多地方 给你 其实 真真正正 现在 你刚才说 每一个愿 小小的愿 都有一万家人 其实 后来那些人 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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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一 五百家 一千家 已经好撩不起了 他们的百愿 五百元 加级千兵 也不会给你一千个兵 其实 皇帝也最怕 你自己有这么多兵 在自己作反 怎么办 所以 这两句 只不过 夸张地说 对他这些三公九卿 就是 赏赏得非常丰厚的意思 其实 跟着下去 我们也会说 这个天子 朝廷 这些三公九卿的 如何优待法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结束一下 下一期 我们会继续讲下去 我们这个 先自文的第三段 我现在讲了第一节 现在讲第二节 总共有四节 再一次 多谢各位的参与 对 对 谢谢大家